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不是跟你说过吗 什么事 多动动脑子 就是不听话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这兄弟啊 在早园的时候就跟着我 我还记得有次打仗 身上中了五枪都没事 你说这回 运气怎么就这么差 够倒霉的 是啊 谁也没想到得这次救 巨小 你也别太难受了 也得注意身体 是啊 注意身体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呢 再待会儿 再想一想我这个兄弟 想一想 他还有什么没带走的 好 人民天下人民座 这帮狗资本家不是不老实吗 我带点人跟你一块儿去 宋柏阳要是不服 我立马给他抓回来 跟他好好聊聊 看他还敢跟你游 空城记忆 你听过吗 听过 说说的啥呀 只要你俩在一块儿 特别特别合适 真的知道 狼海女貌 不 你俩能在一块儿 我只胜肉单折 我还不了解你吗 我把你那点心里话 全都替你跟文婧说了 这事就这么进了 好吧 咱以后能不能 不自己一人单独行动啊 太危险了 你这玩意儿被人给秃秃了 我们咋办啊 我不同意你人上二龙山 太危险了 我跟你一块儿去 赶紧下去我赶时间 我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 有个事儿的 什么事儿 我从宋玉涵她姐妹屋 发现一部电台 你发现了什么 你说你一个当兵呢 叫你参加唱诗班你都不去 你有工作热情吗 我问你有工作热情吗 你让我干啥干啥 你死闯民宅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一会儿 我问你有工作热情吗 你告诉我 我喜欢宋玉涵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宋玉涵 我喜欢宋玉涵 你和宋玉涵 我会不会 多多多 你喜欢宋玉涵 你给我站住 你自己玩 我宋玉涵 你闭我 有什么宋玉涵 你带来来 你去钓私 你死上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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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想明白 是他兄弟也对宋侨儿小姐的 我再交给他 是 那你这还是来看我们局长的 那我自己去 那我去 我去还不行吗 想说什么你就说呀 不说我就走了 那个 没事 你回家吧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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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程强 回来 程强是你叫的啊 你得叫程局长你知道吗 说吧 找我们局长啥事啊 我还要报警 有人恐吓我 谁呀 你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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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得加上个亲爱的 那我就觉得更怪了 还是写郁寒吧 你看了可千万别生气啊 其实我最怕你生气 你要知道 这信上 这信上 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 我没啥文化 也不会写诗 也不会唱歌 说实话 我更不会陪你聊天 也不会逗你开心 总是一张口就惹你生气 可我还是想对你说 我每次见到你 我这心 就往嗓子眼里跳了 我想他是想和你亲近 太想和你亲近了 所以我总是手忙脚乱的 这老话说呢 人总得有个伴儿 我知道我配不上了 可我这颗扑通扑通阴尼 跳的心 却不答应 他让我问 就问这么一次 余涵 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武征 我愿意 有什么是 你愿意和你 你说他们这儿 会不会有埋伏啊 早交易早脱身 布置得怎么样 不是好了 右手边第一个窗口 一开双舌子就会落地 顺盛下就行 行 我跟我走 金先生准时啊 金条带来了 早就准备好了 就当年了 好 张景秀 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今天交易过后 我还会找你 我不会忘了我兄弟 范东阳是怎么死的 过了今天 随时恭候 等着 大爷 给您上茶 上什么茶 滚 大爷 再给您倒点吧 开车 一箱金条 一箱金条 陈带走 是 您要去哪儿啊 一直往前开 王八蛋 我是王八蛋 没骂你 好好开车 是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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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坐标 我 我不知道什么坐标 坐标 坐标只有金老大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坐标 山河湖川 百会处 瑞升红在人时 杨特白云 楚军长 你坏了我的大事 杨特白云 今天啊 真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得罪了 枪 枪 枪 来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忠孝 谈不上得罪 这事回头还得让 郑建民找杜宇明去说 江小小 我们都是自己人 何必要自必报呢 请 五十年干一 好货色 我 见了 杨特委员 你这是 不给我楚某人面子呀 干什么呢都 放下 我这儿的人都粗 都是我刚刚收编上来的 不懂规矩 还情理见谅 上面 只给了我一个 新编 二十七军的空饭号 所有的粮草兵马 都得我一个人去挣的 就说说今天这个事吧 你们军统 不对 叫什么来着 保密局 对 保密局 说好了有人来支援我 可是一直都没信啊 要不是 我早年安插在中统的人脉 只怕 我连着坐标擦枪走火的味 我可都闻不着啊 楚军长 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批军火 我们死了多少人 现在党通局想来占便宜 好 金条还给我 你去找党通局 我听说 景修兄是军统的后起之秀 没想到 跟你们那帮局里的老党官一样 满脑子的门户之争 没有党格力 为了抗日 国共两党 都能够统一在一面体制下 我们都是自己人 还有什么不能合作的理由呢 就算我们合作 以你今天的鲁莽 我又凭什么相信你的能力 你先等我把话慢慢说完 你再做决定 来 请 我问你 共产党 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小古武装 它为什么能发展到今天 请赐教 什么 笼络民心 军火是小 民心是大呀 愿闻其形 现如今 从辽北一路 严嫩江指护来 便省大汉 数十万灾民实不过府 那些饿疯了的人 为了点粮食 那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共产党不是说为老百姓打天下吗 等这波灾民一进城 我们闹上它一闹 一旦他们应付不来 市民 灾民都不满了 那个时候 我们政府 出获民心的机会 也就来了 军火只是个工具 打击共产党 在老百姓心中的威信 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要是他们办好了这件事情了 一帮穷帮 连自己都吃不饱 拿什么阵迹在面 第二点 我们必须在东北 制造打击 共产党气焰的重大事件 秦贼先秦亡 哈尔滨 是共产党在东北 占领的唯一的一个大城市 承祥作为哈尔滨的最高治安官 那还是颇有声望的 更不用说 他曾在重庆谈判时 为毛泽东保驾护航的 如果 连这个治安官自己的安全都保护不了 那么 老百姓 还会相信共产党吗 你是说 暗杀城墙 这是上风的命令吗 对 你比我更清楚 如果上报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安全 可是 现在暗杀城墙可没有那么容易 我在重庆谈判时 和城墙有过合作 我了解他的路数 必定能找出他的弱点 可他毕竟只是管理治安的 不是站长上的军事指挥官 如果消息走漏了或者暗杀失败 在舆论上 重庆谈判时 我曾经制定过几套刺杀毛泽东的方案 最终 违坐都没有批准执行 当时担心的就是舆论 结果呢 结果又如何呢 景秋兄啊 为大事者不拘小姐 是 不要老想着 那些于福德真一道德 最终的 只会是作茧自负 江还是老的了 军长足智多谋 杨某甘拜下放 是我的 躲开 躲开 别抢我的 我的粮食 躲开 好好好 别抢了别抢了 别抢了别抢了别抢了 别抢了别抢了 我们来给大家送粮食来了 好 我们共产党啊 来给大家送粮食来了 来 快 给他们 来 老下 给 有粮食了 给我们啊 好了好了 大家静一静 白给我们啊 好了 这不好的事啊 咱们党和政府啊 知道老百姓的苦 专门派我们呀 来救大家于水火 整个哈尔滨都准备好了 等着大家伙去 还管车助呢 过去逃荒都不让进城 都放狗咬的 是啊 可不是 小伙子啊 你说的那都是过去了 如今呢 完全不一样的 只要你去哈尔滨 公安军门口一登记 失注 咱政府全都包了 太好了 当然 过去啊 怎么打土豪 进了城 就怎么打资本家 该是大家的 一分都不少 好 在国民党特务的 蛊惑煽动下 周边地区的灾民 大量涌进了哈尔滨 要求共产党兑现 救济灾民的承诺 这对于物资供应 本来就捉襟见肘的 哈尔滨市政府来说 无异于碰到了 一道天大的难题 你们不能说话不算谎 就是嘛 共产党不是为求人 打天下的门 等会儿耍起求人来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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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静一静啊 静一静 听我说啊 我们呢 确实没有收到通知 对大家的到来 没有准备 大家 让我们商议商议 跟上面 请示一下 确认一下 好不好 确认啥啊 你们把我们叫过来 还在那儿瞎白货我们 你们到底放不放凉 我们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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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 听我说 大家冷静一下 别激动了 听我说 东区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所有的交叉路口 一定要严防死守 我就不信了 一定要把经营圈给我抓起来 听见没有 是 是 赶紧去吧 喜子 吴正刚 刚走 难免有些乱 你坚持一下 渡过这个难关 好吧 放心吧 局长 报告 报告 局长 什么事儿慌里慌张的 不知道为什么 外面来了一群灾民 哪儿来的灾民 听说是忽兰那边的 还有点赵东的 江湾这兄弟说 还有在路上的呢 你这样啊 跟老杜说一下 让他弄点粮食 熬成粥 先应付一下 好吧 按局长说的办 快去 是 有点奇怪 是有点怪 好好调查一下 别出乱子 好 并不确认哪 佩服 潮汐还在后头 可是金轩怎么办呢 他一直以为我们在骗他 不敢露面啊 只要是调钩上还有鱼儿 鱼杂房会上钩的 匠ğim师们 住在家 安防一下 匠ğim师们 饭来 饭来 通 nurse让 通 ned 匠行师们 让一让 放一让 饭来的 饭来了 别闹啊 цев ... 来 好好好 来 就放这儿吧 乡亲们呐 你们既然来了 我们就是勒紧裤腰带 这头顿饭我们也得管啊 是吧 但是大家不要闹 大家来自觉地排好队 来 在这儿排成四个 来来来 排队 排队啊 来 同志们 这个让大家排好队 来 来 同志排好队 别着急 每个人都有啊 每个人都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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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来 拿碗 来 我建就不同意 上面没有指示 我们就擅自下这么大的决定 钱现在暂时怎么办 本来后勤补给就已经很困难了 耽误了正事 那是解了芝麻丢了西瓜 这样一群人 赖在城里 你不能不解决吧 难不成还把他们轰出去啊 程局长 你一直都没有说话 你的意见呢 我是想啊 咱们应该求助一些社会力量 靠我们自己 是救不了这么多灾民的 就算我们都饿着肚子 也救不了人家 对不对 前段时间 没灾还囤货台势 现在这时候 还能指望商人接购物粮食啊 什么事啊 都应该商量嘛 其实我们跟他们也有共同的利益啊 你想一想 那么多灾民进来了 万一有一天饿极了 他要是抢你的粮食怎么办 他们也害怕 对不对 这话没错 人家未必相信 我们会有这个偿还的能力 程翔 你和商会会长宋洪凌私交不错 你去给他做做工作 如果他敢出面见粮 说不定还真能行 这个我只能试试 不能保证啊 你坐 张大哥 那边怎么那么多灾民啊 有人鼓动灾民进城 给我们造麻烦 坐 我给你看上东西呢 宋云涵同志 恭喜你啊 你已经通过了组织上的审查 派你参加延安战地记者陪军班 真的吗 真的 我通过了 对啊 对啊 吴征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的 是啊 吴征兄弟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高兴 来 不说 先说说你的事 我跟你说啊 这延安的生活 不比哈尔滨 占地记者的生活呢 不比你普通记者 艰苦得很 你是大家闺秀 过惯了好日子 到那儿啊 肯定会吃不少苦的 我没问题的程大哥 我可以的 我吃得了苦 你呢 临走之前啊 到你姐的医院多拿点药 去了以后呢 人生地不熟的 有时候大病小灾的 肯定会经常出现的 怎么了 这事没跟你姐讲吧 没有 这哪能行啊 像这种事情 一定要跟家里商量哪 我不能说 为什么 我说 我明白了 你放心 我跟你姐说一下 我相信她会理解你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你想的这样的 我说了就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为什么 陈大哥 请你答应我件事 什么事 什么事 不能发生任何事 不要伤害我的姐姐 伤害你姐姐 我怎么能伤害你姐姐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我姐姐是特务 特务 国民党特务 宋小姐 这个事你可不能瞎说啊 是这样的 我说的是实话 她真的是特务 我知道你爱她 你不会伤害她 现在能够救她的人 只有你了 只有你能够保护她 前几天杨锦绣闯进我的家里 是我姐姐帮助她逃走的 这很正常啊 他们是夫妻啊 他们根本就不是夫妻 他们是假扮的 杨锦绣根本就不是我的姐夫 假扮的夫妻 你还记得市委的舞会吗 杨锦绣送了我姐姐一件低胸的晚礼服 可是我姐胸口上有一个伤疤 是我小时候烫伤的 你想想看 一对朝夕相处那么多年的夫妻 怎么可能她不知道 我姐姐身口上有一道疤呢 我说的这么多 都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姐姐 她现在一定是受了蒙骗 她现在处境很危险 国民党是不会放过她的 只有你能救她 能够保护她 她心里有共产党的 到她的把父亲们都找到了 她的中心 找到你的混址 她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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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şey 她宜しく损失了 他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对哈尔滨方面来说非常重要的情报 可此时他却一筹莫展 喂 老徐啊 是我 浩天 有什么事吗 我前两天那我收到了胡爱鸣的结婚请柬 我是想着这两天去南京出差 才参加他的婚礼 可是现在战里有事 我走不了了 你呢给我随个份子 没问题 我还在说呢 咱们几个啊 好久没有碰碰碰碰地喝一顿了 现在哪有心情喝酒啊 怎么了 你们那边最近不太平 甭提了 我们战长他天天唬着脸 我们下面啊 整天是提醒吊炭的 还是为了那个寒秋水贪污进吊炭子 这也是原因之一吧 我跟你说啊 寒秋水的事跟咱们扯不上关系 就算他跟你们战长有内存关系 不是还有老齐替他援着的吗 也不是这事儿 那是什么事儿 你不知道吗 冰箱组呢自动脱离了长春战 天天出笔笔笔 搞得我们压力特别大 我也就想不明白了 这上级啊派个人上来也得盯个事儿就好啊 我可跟你提个醒啊 这个事呢也不是咱们能说了算的 派去哈尔滨的特派员 你可能当心了点 我听说他在背后 告你们战长的黑状 可是派下来的人 到底是谁啊 背景这么深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这个特派员的身份绝密 那这水还是挺深的 你别管它深不深 咱们呢 谁都不要得罪就行 对 咱们兄弟你混得最好 我可今后就靠你罩着了 老同学 对 没什么客气的啊 行 那你记得给我随份子 行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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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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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